好 冷月游戏甜甜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冷月在之前影片提到过的 非常非常 cp值高的对无客玩家来说 是获取稀有技能一个非常重要的管道 也就是我们的三国蜜藏 那三国蜜藏呢 主要是可以抽一些稀有角色的觉醒 冷月自己觉得啦 他无客目前出过可以觉醒的角色 只有公村战是无客可以拿到的 但是你自己看 他最大奖才拿10个 然后你要凑够100个才能换他的觉醒 讲真的 你可能浓到这个赛这个 和服季结束 都还浓不到一只神将 所以我自己觉得神将的部分就不用拿了吧 我自己拿了一次那个 乌吐骨的 我自己就觉得很后悔 因为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啊 真的没有必要 好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下吧 那也希望有没有观众可以解答一下 如果如果如果今天冷月我没有这个角色 但是我一样抽到了100个 我按下去合成之后 他会不会送我一只那个角色 就像当初16万的神张星采一样 你没有星采你买下来之后就把整只神买下来这样子 那冷月非常好奇这个点 所以希望有知道有抽到的课长 可以分享一下说看 究竟把他抽到满 会不会获得那只角色加他的神将 好这边冷月就来说一下冷月通常会放什么东西好了 首先第一个普通秘藏 冷月把下面的五本书放完 再来传说密藏 冷月会把自己需要的书放完 然后最后再来 冷月会拿觉醒的道具 轮回的道具 不是觉醒 轮回的道具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来读一下吧 我现在需要什么我现在需要的是 凶煞 凶煞 逆刃 警觉 我觉得三中这三个都不错 那就来吧凶煞逆刃或警觉 哎哟 来一个逆刃 水果无烂 那冷月要放弃什么技能呢 其实我有想放弃限政 因为限政还会自己扣血 我把限政忘掉好了 限政虽然说伤害很高 但讲真的啦 对于我这低等的限政来说 效益偏差呀 我可能不如学个逆刃还来的好一点 然后再之后就要考虑如果要用警觉的话我要换掉哪一个技能组了 因为讲真的上面技能组都蛮 高等的 而且加上我们的赵云是脱回合数的所以我觉得用叙事的伤害 会远比 我们用 限政来的高一点 那现在我就丢给诸葛学啦 诸葛基本上就是剪别人剩下的技能组啦 讲这样比较干脆 安装一下出来乍到 好 诶诸葛怎么还有亮亮灯 他要学逆刃吗 我就想要诸葛学叙事 哎呦这值得纠结一下了 逆刃还是叙事 有点纠结 学逆刃好了 逆刃好了 还是学叙事啊 我们叙事好了 留等叙事先不要学 好的这我们这一次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三国蜜藏 三国蜜藏在之前就是一个非常好获取 稀有装备或稀有道具的一个管道 那现阶段在六合 基本上常常复刻的三国蜜藏 他给很多无课玩家拿到这些要课金的稀有技能的 机会 那很多人会说 诶冷月那我用一些比较高等的技能不好吗 讲真的啦 你看像 凶煞 他的功能性我自己觉得会比某些高等技能来的更高 或者说像我们的逆刃吗 刚有看 你步兵技能组 基本上学到满大概就是把 四招基本招加限制叙事学完 那可是如果今天你有逆刃 你就可以有再多一个考虑的选择 那像是骑兵 讲真的啦骑兵 你的切割是在现免买的 那如果你抽到路程 那我自己觉得你可能考虑就得学个路程 或学个骑咒 其实都可以 像这个切割呢是我 自己花现免买的 三片碎片要800元宝 真的有够贵 所以讲真的你免费就拿到那50个 技能碎片 确实比你花一堆钱 800元宝去买的三个切割碎片 来的更划算这样子 那周瑜的言语他也是靠那个 转盘转出来的 赵云的很多技能都是靠 转盘出现的 有逆刃嘛 然后那个言语 退币是我花钱买的 然后那个 吕布的狂鼓跟推演都是抽出来的 诸葛的 博文也是抽出来的 所以讲真的 三国秘藏真的是无课玩家在六合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小确幸 非常的nice 好那今天这影片到这边准备get送咯 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类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 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同性猜栋梁 白票